這是一六零零星經濟的時間來關心的是 美國批准了11檔的比特幣現貨ETF上市 比特幣隨之走洋 國內民眾想投資是可行的嗎 另外股息ETF太熱了 金管會員啟動專案精簡 首波鎖定哪幾檔呢 請叫主播談一輪 好 謝謝林謙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來關心ETF 其實這幾年ETF真的是投資蠻熱的 像是00XX00XXX 這些大家很多是定而定期的在投資 這就叫做高股息ETF 中文就是指數型股票基金 好 不過它其中有個配息型的ETF 現在金管會啟動要進行專案的精簡 好 看到專案這兩個字就比較針對 而且他們率先精簡的是 元大跟國泰的兩大投信雙雄 針對的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只要配息就會全部都列為精簡 還有要檢視文宣是否有誇大 像是如果有講到美濟配息 不低於多少多少這種就會來被精簡 還有要看你跟網紅 有沒有進行一些合作的行銷 好 那這ETF到底投資人有多喜歡呢 美國這邊其實又出現了另外一種ETF 叫做比特幣現貨ETF 而且這個是美國證管會核准的11檔 它現在要在美國上市了 在11號開始進行交易 那不只比特幣還有以太幣的ETF 那美國這邊是說5月就會審核是否可以上市 好 如果想要在台灣買這樣子的ETF能不能呢 其實金管會現在是認定說 比特幣不是有價趁勸 投信業者沒有辦法發行 所以如果有國外的業者要來台灣賣這樣子的ETF是違法的 好 那金管會的政旗局就說台灣是否要跟進 其實現在還需要再進行研究的評估 林謙 另外PC出貨量終於在去年第四季回升了 結束連八季的萎縮頹勢 帶工廠看好PC市場正式迎來春煙 再交給一輪 確實真的是迎來春煙喔 之前我們也就曾經講過PC也就是個人電腦 在過去歷經了兩年衰退的時候 現在再度是好轉了 也就是景氣好轉 我們來看這是延調機構所做出來的這個數據 PC出貨量去年第四季回升 所以終結了連八季的衰退 那市場調整之後觸體 觸體之後當然就是反彈嘛 那庫存上季就回歸了正常 供需終於是平衡了 好 我們就來看上季的市佔率表現 各品牌狀況是如何 聯想惠普 蘋果 紅機都比前一年是擴增的 只有戴爾跟華碩稍稍的萎縮 但是品牌業者還是認為說 現在庫存去化已經告終了 那AIPC的刺激 換機的需求也變高 所以代工廠是看好PC的市場迎來春夜 那各品牌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我們看廣達 AIPC的市場他們認為剛起步 不確定產能 但應該是一個蠻好的機會 音業達跟偽創則是預期在今年 會有一些個位數的成長 人保電腦則是說 這個AI的PC Windows 12 上市之後也是刺激了市場 所以他們認為在今年其實PC的狀況 真的還蠻不錯的 再來要關心的是今年有望在還稅漁名嗎 財政部公佈去年總稅收超過了3.4兆 再創新高 那麼超增額也寫下了史上第三高的紀錄 再繼續錦一輪說明 好 確實大家都很關心還稅漁名這件事情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在去年的稅收 到底超增了多少呢 其實總稅收我們是有3.4兆元 那超增的是3617億元 那如果加上了地延入帳的稅收的話 就來到3910億元 是史上的第三高 好 那大家就好奇說 到底從哪來的這些錢啊 其實創下新高的包含像是 關稅 營鎖稅 牌照稅 營業稅 房屋稅 牌照稅 印花稅 有7個項目都創下了一個稅收的新高 那表現比較黯淡的就是 土增稅跟醃酒稅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所以主要的4大稅收的益助 就來自第一個是中所稅 就是我們的薪資還有鼓勵所得的增加 還有一個就是營業稅 民間消費蠻敬揚的 所以這代表亦後復蘇了 那也升息還有擴大了利差 那第三個則是證交稅 因為受到了AIS刺激 所以台股衝出了一個能量 以及營鎖稅 2022年企業獲利是優於預期的 所以今年到底會不會還稅移民 大家很好奇喔 那因為去年是6000元 今年會不會更多 可能也要看後續的發展了 還想知道更多的訊息嗎 歡迎掃描我旁邊的QR-COME 帶給您更多的新聞焦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